大家好,我是李老师 今天李老师要教大家两种说再见的方式 第一种 回见 回见又可以说回头见 回头有一会儿的意思 所以回见就是一会儿见的意思 在聊天的最后,用回见来表示 See you可以更加亲切 比如 和你聊天很开心 回见 第二种 保重 保重有take care的意思 如果你要和亲人或者朋友分开很久 你们就可以相互说保重 比如 下次回国我们再见面 保重 汉语中说再见的方式还有很多 今天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回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